央行会谈恳踹 台币连两天重扁 今天收31.015元 扁值1.39角 续创于四年新低 台积电股价飙升至139元 创2000年8月以来新高 经换算市值超过3.6兆元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表示 将建立国际版淘宝 以英语及中文等多种语言 服务全球买家 联合国敦促安理会将北韩人权案 送交国际刑事法庭 北韩放话进行更多核策抗议 财经八点档 八点看财经 我是张正华 我是李若杰 好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最新也宣布要投资800亿元 扩建群创8.5代厂 总共要创造3000多个工作机会 郭董就强调说 这个投资案并不是临时起义 也不是媒体们所说的不投资台湾 而是要坚定不移的投资台湾 把最重要的高科技留在这里 而这一次在高雄的陆竹 要盖的是最先进的8.5代现生产厂 也预计在2016年的4月份就会量产 而目前这条响线也将是超越日韩的重要分水岭 好 接下来看到是大陆演员范冰冰 她被拍到三个小时之内就狂买了400万的精品 消费力非常惊人 让很多人非常吃惊 不过其实很多的超级富豪手笔更大 我们根据外资的最新调查发现 总资产超过了9亿台币的有钱人 在台湾有1300多人 不过平均年龄是65岁 年长的程度在亚洲当中仅次于菲律宾 而且更是全球第七楼 而至于邻近的香港则是所谓女富豪最多的地方 每四个富豪当中就有一个是女性 而更加详细的超负报告 我们带您看看她的内容 好 这份超负报告就是瑞银昨天最新发布的 光是今年净资产超过了3000万美元 也就是9亿台币的人 就已经增加了1万2000多人 比去年多了6% 而目前这些超级富豪的全球总人数 超过了21万人 不过这21万名的超级富豪 其实只占了全球成年人口的十万分之四 不过他们却掌控了全球将近13%的财富 而他们所有握有的财富 总共是高达了30兆美元这么多 几乎是美国GDP的两倍 而更令人好奇的是这21万人当中 他们手中握有的这大笔财富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来看到根据统计64% 百分之64次自己赚的 而17%则是继承来的 不过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全球的数字 我们来到亚洲 像是有最多富豪的城市香港 接近半数的超级富豪 财富都是来自继承 也就是说几乎都是所谓的 富二代富三代 而除了像这样子资本世袭的现象之外 其实最近全球还在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财富不均 不过我们最新的资料显示 其实财富不均最大的原因在于 富豪们他们的投资报酬率更高 以这份报告来看 他们的财富增加速度非常快 光是今年这些富豪们的财富增加速度 就高达了7%左右 很显然的这群位在金字塔顶端 1%的超级富豪 可以说真的是比中产阶级还要更会理财 而他们到底操作了什么标的呢 现在分析出来了 原来有这几大项 这1%的富豪们 他们将差不多是1%的资产用来投资 不过相较之下来看到了中产阶级 大约有63%的资产几乎都压在房地产上 光是房屋净值就占了整个比例很大一块 而且还深陷在房贷压力之下 而同时这份报告还发现说 在2010到2013年当中 美国金字塔顶端这1%的富豪 来看到平均年报酬率高达5.91% 而至于一般的中产阶级 甚至是下面4分之3的人 平均投资年报酬率只有3.27% 而到底为什么原因呢 会让这两个数字可以说是有所不同呢 其实呢这1%的少数人只是因为呢 他们在过去几年当中 投资股市比较多而已 而这个差异呢也反映出 其实呢比较高收益的投资 例如股票 占这些有钱人的投资组合比重比较高 而至于呢房地产 则是占中产阶级的资产组合比重比较高 像是呢中产阶级在金融海啸之后 也就是呢同样的2010到2013年当中 他们呢持续的卖出投资 不过呢其实这段时间呢 股票呢几乎呢都呈现所谓的U型反转 而富豪们呢则是在这个时候维持或者是增加投资 如果呢中产阶级能够提升来投资金融资产的比重 那么专家说财务状况可能会更好一点点 但是其实股市并不是推升富者横富的唯一原因 这些富豪们报酬比较高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来看到主要呢就是来看到私募基金 还有所谓的避险基金 这些呢这两个资金其实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触 通常是只有净资产很高的富豪才能够接触得到 一般中产机会没有机会投资 而且呢这两者包括了私募跟避险基金 这几年来的绩效超越股市 同时呢也推升了这些富豪的资产 当然大家要说了富豪能够承担得起更多的损失 所以也就能够冒卷更大的风险 在景气好的时候 尤其是现在的印钞时代 就能够赚得更多 不过即使呢大家的口袋没有这么深 但是这些富豪们有一些投资的逻辑 还是可以好好学习的 他们不只投资房地产 无形的金融资产 富豪们还很爱一种有形的投资标的 就是钻石 尤其是呢彩色宝石市场 最近几年可以说非常的夯 得正这个所谓的财宝呢 更在近几年可以说成为资金避险的标的 其中呢在钻石的投资部分 报酬率最具戏剧性代表的 可以说就是近几年来兴起的所谓粉红钻了 业者说最近30年的趋势 粉红钻石从没有名气进入有名气 到现在是供不应求 由于现在的现货非常缺 因此呢让这些粉红钻的价格水涨船高 20年前一颗拉的粉红钻 大约呢只要20万元就可以买到 不过呢去年已经涨了5倍 身价破百万元了 不过现在短短的一年之间 身价再暴涨一倍 现在呢想要买一个一颗拉的粉红钻的话呢 大概呢要花上新台币 200万元左右的代价了 而至于呢我们继续以 比较小颗0.5颗拉的粉红钻来看 就是呢这张表格 其实呢近年来的涨幅 平均年涨幅几乎都有20%以上 而至于呢这还是所谓0.5颗拉的小钻 至于呢两颗拉的身价涨幅更惊人了 就在稀有的情况之下 两颗拉的粉红钻 一年前的价格是400到500万元 但现在身价呢已经破了千万元 而且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哦 尤其呢像是澳洲有一个矿场 叫做阿盖尔矿产 它能够开挖粉红钻石 不过呢这一座澳洲的矿产 它已经宣布说 2019年它就要关闭 使得粉红钻石的价格 最近呢可以说是越涨越高 举例来看呢 像是在2010年的11月份的时候 可以说创下一个传奇了 当时在日内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 有一个罕见的24.7颗拉的粉红钻 就叫做格拉夫粉红钻 高达了24颗拉这么大 可以说非常的罕见 当时呢就以3000万的英镑来拍卖出去 这3000万英镑呢 等于的是15亿元的台币 这个价格创下了拍卖会史上所有珠宝跟钻石的最高记录 而且呢不止像是所谓的粉红钻石 像是红宝石蓝宝石等等的稀有珠宝 近年来价格也是狂飙 也因此呢成了富豪们最爱的投资之一 而除了这些投资之外 其实呢最近富豪还在丰满一项东西就是飞机 而且呢不是自己做的私人飞机 而是可以租给航空公司用的商用飞机 局里来看像是亚洲首富李嘉诚 他旗下的长江实业 最近呢就计划要砸下差不多20亿美元 向很多公司来收购45架飞机 准备呢要打造自己的空八机队 而且呢面对了增长非常迅速的亚洲飞机租赁市场 不少富豪也都想要分一杯羹了 包括像是股神巴菲特他旗下的私人飞机租赁公司 现在呢也已经获得了中国民航管理局颁发了运行合格证 可以在中国内地提供私人包机的服务 我们来看到现在呢无论是东西方 甚至呢全球的富豪都抢着要投进飞机租赁业 就是看好这一行的高投报率 来看到根据这个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数据显示 从2004到2011年飞机租赁公司 平均的资本回报率高达了百分之九 可以说是航空业当中最高的 如果呢一般经营航空公司的话呢 回报率只有百分之四 同时他们更预计未来三年亚洲的航空旅行需求 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五以上 也预测说呢未来二十年中国呢将会需要高达了六千架的新飞机 总价值高达了八千多亿元 而估计呢这当中有百分之四十五的需求 将会由所谓的飞机租赁公司来满足 换句话说中国飞机的租赁市场 在未来二十年市场的规模将会超过四千亿元 眼看这个市场如此之大 而报酬又比较高 也难怪富豪们急着抢进 而现在不止飞机 包括了像是一些精华地段的商用不动产 也有很多富豪青睐 我们一起来看看美国纽约第五大道的电租 最新是挤下了香港铜锣湾 重登了全球零售电租金最高的购物期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现在呢中国品牌正在冲击全球的手机市场 这是小米靠着主打高规低价出货屡创新高 让三星跟苹果都不敢轻忽 不过呢仍然有中国业者 他们定位是在高阶市场 举例来看像是OPPO 不只规格旗舰 而且呢它的定价居然跟苹果 还有三星都不相上下 独家的翻转自拍镜头 也几乎成为OPPO的代表象征 非凡新闻今天就要带您前往 位在大陆东晚的OPPO园区总部 这里占地200公顷 而且里头更有3000平的厂房 生产线首度曝光 就在去年的11月20号 距离东京1000公里的小丽园群岛 海底火山爆发 冒出了一座新的岛屿 而今天刚好满了一周年 这一年来火山活动持续活跃 而这个岛屿的面积也不断扩张 现在这个新岛屿的面积 已经是当初的8.6倍 第五十一届的金马奖颁奖典礼 22号星期六晚上即将盛大登场 大家都要看这个星光大道上红毯当中 明星们他们的穿着装扮 其实明星们的穿着都是由一群专业的设计师团队 费心打造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继续来关注欧台旗与欧台选的今日行情 欧台旗欧台选是台股期货与台值选择权的盘后交易商品 晚上我们来看到今天台股期货收盘是9093点 涨了101点 欧台旗最近月12月目前是9091点 下图是欧台旗12月今天的量价走势图 接下来欧台选周到集期约11月第四周 价评9100点 买全有23口 价评附近的最大量 买全9200点52口 卖全9050点 有84口成交量 接下来欧台选最近月12月 价评9100点 买全12口 而价评附近交易比较集中的序列 卖全8900点 有57口成交量 以上是今天的欧台旗欧台选交易行情 提供交易人跨市场避险及套利的管道 谢谢收看今天的财经八点档 我是张仲华 我是李若杰 我们明天晚上八点见